和周九亲密同行为偶遇,向天歌否认恋情,刘泽轩的回应霸气圈本《现在娱乐圈好看》的小哥哥小姐姐真的是太多了,然而有这么多好看的明星还不够。 今年夏天有来了个素人恋爱的总以心动的信号,本来看第一期的时候感觉挺尴尬的,因为几个人都不认识,突然生活到一个屋檐下,是什么让小编坚持看下去的呢? 刚开始两期只是想看他们的心动献连的是谁,到后面就hold前hold前的停不下来了,每次看最新一期的时候都是下面这个表情明明,不是自己在谈恋爱。 但是就忍不住跟着节目里的他们的感觉走,看到第二期的时候,西红柿CP周游和胡金明就强势圈本了,网友们都在网上喊着要锁死这对CP,几经波折,最新一期的播出简直,是甜甜甜甜到不行了。 看到周游和胡金明一起在月光下跳舞,感觉前几期的玻璃扎也不算啥了,张宇喜的反应最能表达我的心情,一句话叫什么来着?乐极生悲。 刚看完节目被牵到尖叫的西红柿CP粉们,因为一个网友发的偶遇视频而慌了神,有网友在街头偶遇,乐周游和向天歌,视频里就两个人做出了懒尖摸头,等非常亲密的动作。 疑似正在恋爱中,节目播出这么多,向天歌到底秦归奥斯卡还是刘泽轩,网友争论不休,但是几乎没有人把向天歌和周游归到一起。 这个视频也把周游和向天歌推上了热搜榜,两个人先后做出回应,还原当天的情况,只是朋友相聚而已,相对于周游向天歌的澄清说明。 在节目里,一直对向天歌紧追不舍,的刘泽轩简直,就是霸道总裁本人了,他直接发了一个说他和女司王静雯的微博截图,然后说如果继续乱传消息,就等着律师喊吧,我和别人不一样,一点委屈都受不了,似乎是在未受委屈的向天歌鸣不平,而且还在评论里回复网友说,相信向天歌说,都和周游只是朋友的说法。 对于刘泽轩的回应,很多网友的态度,都是刘泽轩都相信他们没事,肯定没事,因为就算综艺有剧本,那刘泽轩也是那个不受导演组掌控的人,而且看这几个人的微博互动也能看出来,周游是胡金明唯一有互动的男生, 而向天歌则成为了他的好闺蜜,其实仔细看几遍那个视频也能看出来,向天歌喝醉了周游照顾他的说法,还是比较可信的。 虽然周游有哪些和摸头的动作,但是也只有手伸过去扶着而已,两个人的身体距离还是挺远的,如果真是令人关系,不会只是手扶着,身体也会自然的靠近。 看了最新一期,倒是觉得向天歌刘泽轩就对发展示头粮好了。